尾巴战争有没有最大的得益 我们先讲一下现在全世界的大佬 美国、中国、俄罗斯 所以对于经济上来说 我们要考虑多一件事就是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好 又是我Gary Sir 和大家分享下最近的时事 怎样影响到我们的经济 上回就讲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 今天就讲到他们究竟有什么影响 根据这两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发展 你见到以色列已经开始围堵 然后进入加沙地带进行一个剿灭战 讲到这个战争 以巴战争没有最大的得益 如果你要讲到的 巴勒斯坦一定不是最大的得益者 而另外的以色列又是否最大的得益者 当然就不会是 不过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先讲一下现在全世界的大佬 美国、中国、俄罗斯、打仗的乌克兰 还有其他的小国究竟会不会有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去看 美国人会不会有得益呢 首先就是拜登 拜登在准备选举 做选举的时候 你在打仗里当然对他得益 因为全民支持本身通过不了的法案 他的财政问题通过不了 都会因为打着一个正义的旗号 就是帮以色列出兵攻打巴勒斯坦 那你就会见到 那些人当然立刻批军备 批拨款 通过了 你见到现在他们的外长 本身说不职 现在回来都说要做 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的支持 所以现在对美国上面有优势 对俄罗斯有没有好处呢 那些军备 你见到有两架航母 已经去了以色列的海岸那边 准备进行军事的支援 记住是没有派兵的 是纯粹军事上面的支援 本身乌克兰已经烧了很多弹药 你见到乌克兰扎连斯基已经出来说 说我们没有什么弹药 需要支援 周围拘捕 左拘捕又拘捕了 那对乌克兰来说 他当然是危险 为什么因为打着 没有人开始支援他了 或者说派少了资源给他 你见到扎连斯基今天出来说 我都有些担心尾巴战争会影响到 他不是有些担心 是好影响到他的 好了 然后那些抹款 炮弹 导弹全部都去了以色列那边做支援 今天的战争就是加沙地带 但是明日的战争会在哪里 你见到尼巴乱 开始乱 又发炮弹 真主党又会走出来 究竟事情会不会发大呢 所以今次的战争对俄罗斯又有影响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你见到俄罗斯开始 又派一些兵进攻乌克兰 而说到中国 中国又有没有影响呢 好似在这件事里面暂时 都还没听到中国有些什么表示 有什么表态 但是你留意到本身近年以来 中国和沙地阿拉伯 就很多的交流 包括发展 包括是经济上面 和一些军事上面都有发展 而最大今次影响就是破坏了中间 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和谈 而破坏了这个和谈 即是等同于沙地阿拉伯本身找美国做大佬 但是搞不定 这件事搞不定 靠不到大佬 第二个人来帮手 就是中国来帮手 中国在当中发挥到一个很大的机会 就拿了他的信心 所以在中国上面从外交的政策里面 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是中国很好的关系 未来的发展 就看看会不会在这里中间撮成的一个关系 政治上是这样 经济上你就会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发生 欧洲已经给了很多钱 去乌克兰打这场仗了 但是有什么成效呢 你会发现到现在的成效未见 出现第二个战争 那还会不会盯水下去打仗呢 美国如果没有这些水去帮的时候 即是说他的军费就由美国给回了 那怎样去支持呢 第二 如果他将这件事再放在中东的地区 他要的钱更加多 沙地阿拉伯的资源上面 他有很多油 其他的油国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一样支持美国呢 当这件事发生 美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 我们会见到 美元一定有关系 因为和世界的资源是一个摇摇板 一边高就另一边低 所以油价 黄金 天然气 一定是对着干的 那暂时因为战事来说不是影响得那么大 可能有些跌有些上 不期的 但是战事发生下去 我们记得俄罗斯的时间 它是会发展到一个长时间的低位 和长时间会抽升上来的 我们就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捕捉这些升浪和跌浪 再者 美国现在股市属于一个都是偏高的水平 跌下来有没有借口呢 其实警号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未来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还有一些国家和美国是不合适 和周边有地缘政治很敏感的 第一时间我会想到就是北韩和南韩 你觉得南韩现在怕不怕 看到它真的会攻过来的 而是毫无先兆地攻过来的 北韩和哈马斯两个是不同层次的军队 而北韩和乌克兰又是不同层次的军队 北韩是有核弹 和经常性会产生战事 在北韩和南韩 所以南韩是一个美国的弟弟状态很恐惧 原来有些什么事兵是不会进来帮忙 只是给你一些东西去打 即是什么 你的人去送死 你的人去送死对美国来说没什么影响 他只是烧钱而已 就给你一些军队 但是梁俊也会弹绝 你见到乌克兰梁俊弹绝 究竟伊斯兰的地带 如果发动这个圣战的时候 究竟它有多少弹药打呢 再者再落到北韩的时间 那就可能真是吃自己了 究竟美国又可以保护它多久呢 好了 而最怕的都不是南韩 最怕的就是台海的战争 因为你会发现到台湾这么小 现在基本上它都是局限着由美国去支持它 如果是用同一个理论 我只是派武器给你 但是兵不进来的话 台湾的战事 很可能就演变成为今天的加沙地带的状态 是被人围城 狂攻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未必发生这么恐怖的事 但是对着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见到蔡英文 她都觉得似乎和谈是好些 她都不想自己的人民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经济上来说 我们要考虑多一样东西 就是中国既然有现在的优势 因为它没有打仗 对于整个发展来说 会多了很多事件会发生 你见到刚才说的沙地拉伯 以色列中国是有参与的外交 还有宁愿继续发展 欧洲见到我越花这么多钱 我发现原来拿不到更多的东西 会不会靠哪个 我从经济方面和中国合作呢 而你见到现在的南韩 日本 他们的想法都是 不如我们去和平 合作 总好过去打仗 所以如果在经济上 未来的经济始终都好像中国称先一点 去到这一部分我只是说几样东西 一去到投资 最主要就是会在未来发生什么 第一AI 第二未来新能源汽车等等的发展 你都会见到似乎中国慢慢优势走出来 所以对于我们未来的投资 我们的方向就是这边 不过你说去到今时今刻 是不是完全没有其他问题 不是的 有内地的债务 有内房的问题 等等都要解决 但都不会大得过战争 所以既然事情会是这样 我会预料着 美国将场仗如果越来越打得大 大家就要小心 一定是向下的了 而我们的资源就会向上 例如油、金 不过现在暂时仍然是小 一个袈裟地带打仗 未发展到原来四边围攻 上次跟大家看过的图 所以事情我们是要密切留意的 时事我们都要继续去看 今集就告诉大家 原来整件事对整个世界来说 是每个国家都有影响 而影响当中就是关于一个资源问题 对于俄罗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资源 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战事扩大的话 直接会浮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 甚至乎在股票市场都会反映出来 我们就要密切留意 未来我就会再找多些相关的故事 还有怎样可以联系我们的投资 继续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理财业师傅 今天先说到这里 就这样 拜拜